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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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再和王如山先生先生 Stieven 再闯解土地供应问题 土地供应也是死亡来的 香港是吧 如何找土地 没有土地 如何建房子 你们基金会的立场 或者角度在哪些方面 肉手好先呢 天台 棕地 或者交易公园 你们对这方面发展土地有什么建议 首先没有一个办法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先看看大环境 大环境 第一我们现在住得小 大家都知道了 170呎 新加坡270呎 细成6成 第二 现在公屋龙头策 你知道多长 第三 劏坊 多少人大家都知道 还有你看回整个环境 譬如我们六七十年代 做了有十八个新市镇 就是由沙田 大埔 粉岭等等 香港地 你就知道 没有新市镇 就是没有地 你一定是透过 规划新市镇出来 但是我们上一个新市镇 是什么时候呢 都不是很新的了 东涌 十几年前了 那下一个新市镇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批入伙的就是洪水桥 新界东北 2023、2024 又是七、八年之后的事 还要是第一批入伙的 搞了整个洪水桥 它们都在说 再要多十几年 就是说 上一个新市镇 东涌 到下一个整个洪水桥 搞得好的话 那个差距是三、四十年的 那你想想我们六、七十年代 十几二十年 搞了十个八个新市镇 那我们十几年 没有搞新市镇 接着下一个新市镇 要搞得完的话 两个相差又是三、四十年 你想想我们其实 那个问题是多大 那我们只要坐下 再问一问自己 其实 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个 譬如沙田那样 未来三十年 那你知道 那么久没有搞那么多东西 那么我们下一个三十年 需要譬如三个沙田 其实不过分 对不对 那么三个沙田 三个沙田 一个沙田三千公顷 三个沙田 就已经是九千公顷 那你的问题就是 那九千公顷是哪里来的 譬如我们现在说 黄州那样才算 黄州拿来建公屋的 那里的棕地 都在说二、三十公顷 那你想想有多少个黄州 才够到九千公顷 但是你那个黄州 已经收到的棕地 那里的问题多到不得知 但是刚才我说过洪水桥呢 其实里面的棕地 是黄州差不多十倍 对不对 就是洪水桥有 差不多二百公顷的棕地 是 那么黄州呢 就只有二十个棕地 都搞那么久 那你到时候洪水桥 想想要多难搞 所以我们就说 喂 其实呢 那不行的 那你九千 如果只是靠那里 搞一些新市镇 又搞那么久 就是要想一些比较突破 性的思维 因为现在政府自己呢 他想着规划的 未来三十年呢 都是只有五千公顷 五千公顷 其实是一个多沙田 那我们就一直说 不是嘛 就是未来三十年 你搞一个多沙田 给我们就说够了 是 我们说你的往迹 过往那三五十年 其实你是搞得少地的 是的 是不是 人家新加坡 只是现在田海 田海20%的地 我们就只剩了6% 是吧 我们所有人住的地方 其实都是田海得回来的 其实包括观塘这一道 是 观塘也是田区 也是田区 但是问题是 我们将来 现在整个社会 对于田海 我说是维港以外 当然 已经是很反对 那你想想 新市镇又难搞 大家在维港以外 田海又似乎不太想 我觉得就要多一个 是比较宏观一点的眼界 去看看 我们这么久没有做事 你不如呢 其实要积极一点 做多一点 这样才行 其实呢 Steven 我也同意一个观点 我刚刚都去 我们厨房区议会 去过珠海参观 人家的城市规划 很超前 是的 是说是 30年后 20年后 30年后 或者更长时间 在高栏港 一直都是田海 倒和倒之间 团出来 那个港口很厉害 现在再表述一下 那个港口的问题 但是问题呢 我觉得呢 你们基金会的建议 我个人都很同意 主要就是一个 中借真的很麻烦 你有利益 你要补偿 很多利益的问题 要解决 解决不了 你就算那些货柜 物楼业 那些业 你安置它 都用地 没错 保来保去 都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其实我和我的朋友 我个人都认为 团海是一个好的方法 不过再问一个问题 是 好像最近你提出了一个 新培计计划 究竟是 为什么 以前有一个旧的 新和旧有什么分别 不过这个名字 不过这个名字 我们觉得不如叫做 新加园 新加园好听 新加园好听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觉得找土地 就要多管齐一下 就是 棕地不是放弃 都要做的 是 不过呢 事实上政府已经在做 刚才说了 正正是因为洪水桥 元朗南里面 差不多是几百公里的棕地 已经在搞定了 但是你只是靠棕地 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棕地优先 只会导致棕地扩散 因为呢 棕地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棕地就是一些所谓 你本来是私人拥有的 农地改了用途 他们自己用了其他东西做其他东西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如果你的政府的政策是棕地优先 就是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搞 只搞棕地呢 那你如果手上的农地 你都会先把它变成棕地 这是人性 所以棕地优先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认为 棕地都需要 多管齐一下之中的其中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 比较重点 我们讲的新玫瑰园 或者新家园计划 就是需要 牵涉到在维港以外 的一个大福田海 令到我们是 接近刚才所说的 那三个沙田 九千公顶的一个概念 因为现在政府事实上 是没有想着 做三个沙田 大约去做一个多个沙田 我们觉得 在它的基础上 是要做多很多东西 包括 譬如 你知道现在填海 其实 香港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填海 是啊 你想想东边 西贡那边 就不能填海 对吧 后海湾 其实因为那里是接近 米布湿地 是联合国的 有名的 所以不能搞的 虽然那里的人说 水浅地平 其实很适合填海 但是不能搞的 但是 你再想想西边 其实已经出了 水域范围 又不能搞的 大鱼山附近 因为山跑之后 就画了很多 海岸公园 又不能搞的 所以其实能够填海的地方 就剩下哪里呢 就剩下现在政府 说的东大鱼都会 就是大鱼山 和香港岛之间 还有我们提议的 在长洲南 那里可以搞一幅大型的地 就是说二三千公顶的 一个填海用地 其实就怎么可以考虑 将现在的葵涌货柜码头 再加上青衣那些货柜用地 其实加上一千公顶 是的 很大 现在想在长洲南那里 都是想拿来做货柜 我们就觉得很搞笑 因为那里是 那么接近市区 也是市区唯一 最后的一块地 那里是有成一千公顶的 在市区的配套这么好 里面有一千公顶的土地 你必须要想想想 如何好好利用 在未来三十年 你想想 那货柜码头第一 是不是还需要 第二 是不是还要摆在那里 是的 那原来新加坡 其实已经将他们的货柜码头 摆在一个比较远的 新的填海地上 那便腾空了市区的配套地 是的 是的 Steven 事实上 刚才我讲到海港的问题 就是 我刚刚也是在香港 去区议会 去考察一个高栏港珠海的 那其实 在我想到 除了高栏港之外 是珠海 深圳也是盐田港 是 广州还有韩报港 是 所以那个 楼业、货运业 就是货柜业 这些 对香港的竞争 打击也挺大的 嗯 不惠然 现在 葵中货柜码头 这么大的面积的地方 在这个行业 又是 有所弱化的时间 我同意一个 真的要找个地方给他 是 北京有一个行业 也有很多从业园 但是 腾出那块地方 其实 我都和这些朋友了解过一下 就是 那个地方 都可以放三四个美孤新村 那个地方很厉害 还有一个 刚才你说的那个话题 我真的有些 共鸣 你政府 说来说去 都是搞过半三十年 但是 你们基金会 说三个华议上 对 那个潜尖性 你们基金会 比政府更先进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研究上 你们基金会 真的要多些 给政府意见 一起发声 或者整个社会 都一起讨论 其实说真的 这些是讲道理 你究竟 计得出这条数 但是似乎社会 我就发觉 现在很集中说 譬如我说 我说环州二十多公顷 是 就算现在说的 郊野公园的边隧地带 其实都是说四十公顷 是 你想想 我们要多少个四十公顷 才能够那九千 是 又说你就算说 譬如歌尔夫球场 歌尔夫球场 一百二十六公顷 你需要多少个歌尔夫球场 才能够那九千公顷 过去歌尔夫球场 或者是环州 这些 其实有一个话题很个人 我觉得社会上 有些是宜花节目 是 转移话题 偷天换日 喂 就算给你多多个歌尔夫球场 你就做到多少 所以我觉得 香港人要宏观些 气魄要大些 看远些 看几十年后 真的可以做到更多的 还有一个问题 是想请教你的 黄先生 就是你们也有个看法 就是说 比如说 一些和市建局 各方面的合作 有些官商合营 和土地 房屋供应 你怕不怕被人说 你官商勾建 我们 其实香港一定要 怎样能够 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制 令到 如果 私人发展商手上 是还有些农地 那怎样去释放出来 令到私人发展商友好 他们愿意释放 但是对整个社会 例如是公营房屋 都能够增加公营 这个才是目标 但到最后 你说 你说 发展商手上 有多少地 我们看过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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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那三个 人加上的只有一千公斤 刚才说 如果我们三十年需要九千 一千就交我们五年用 所以 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而事实上 当你和发展商商商讨的时候 你必须 所以要有一個大型的填海計劃才可以跟它談 如果不是沒有的話 它不會錯你了 而且你很難談 所以任何談判協商都要有本錢 我希望基金會做一些研究 跟我們公屋團會多些交流 我們雙眼當然是公屋的供應 但是土地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 沒錯 我們多些交流 多謝王先生 謝謝你 謝謝你